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北京时间9月20日,中共中央纪委机关报是看出了一篇文章 标题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 整体的行文风格可以说是比较的肃杀 或者说是杀气腾腾的 在中共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不在国内的情况下 中纪委机关报刊出这样的文章时机是比较值得玩味的 因为眼下中国反腐败的态势可以说是轰轰烈烈 引发了民怨,因为造成了不方便 同时也是引发了官场的震荡,引发了官怨 当然不管是民怨还是官怨 中纪委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 习近平总书记是亲自领导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 来梳理一下这篇文章吧 9月20日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头版的显著位置是看出来了 标题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 这是主标题,副标题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 2023至2027年答记者问 现在综合来看 这个所谓的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它出现的时间有二三十年了 在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就有 不过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工作规划 五年期的工作规划 现在来看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是习近平开启第三任期之后才有的 此前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组长 一般认为就是中共的常委 同时这一位纪委书记会担任小组长 所以王岐山、赵乐际普遍认为是之前的 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 目前的自然就是利息了 至于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办公室的负责人是谁 目前没有公开的信息能够看到 现在来看呢 中纪委的机关报发出这篇文章 时机还是比较值得玩味的 关于这个五年期的工作规划 一些详细的内容 现在根据公开的报道 有一些地方在八月初就已经在学习了 说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印发的这个规划 其实比较早就已经到了地方的相关负责人的手上 之所以说这个时机比较值得玩味 因为9月20日看出的这篇文章 一个感觉就是无头无脑 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办公室负责人答记者问是谁 也没有点名 另外一点事实上就是目前的中纪委书记 中共常委李希 他9月14日就已经离开了北京 目前人在包括古巴巴西埃及来进行访问 返回中国至少是9月26日27日了 李希是走得远远的 但是中纪委机关报头版刊出的这篇文章 白纸黑字要求持续乏力纵身反腐 确实是刺激到了不少人 因为眼下中国的反腐败 千头万绪持续的高压 已经引来了多个层面的不满 在中国的民间非常突出的就是 医疗界卫生领域所谓的 根据报道要持续长达一年的反腐败的工作 除了一些基层的医务人员 是比较人情惶惶之外 普通的居民现在也是担心一些优质的 所谓的医疗资源 比如说专家好的医生等等 因为涉及到所谓的贪腐 被去查办 那就导致他们看病难求医难 那么眼见着医疗界的反腐 是反出了这样的副作用 可以说是两头不讨好 两边都不着调 中国卫健委应急司的司长 在9月中旬就紧急表态了 不得随意扩大医药腐败的集中整治范围 集中整治需要处理好当下的改与长远的治的关系 换言之 纠治整改是治标之局 完善政策才是治本之策 中国大陆的很多媒体也是第一时间援引了 转载了这位司长还是女司长的讲话 其实很大程度上认为目前医疗界的所谓的反腐 是过了头 其实他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印证了 医疗界的腐败是比较的普遍 你说拿一个红包到底算不算腐败呢 因为中国看一个所谓的疑难杂症 做一个手术 那送红包非常的普遍 另外一点 现在有一些医疗机构 又火急火燎的要求医务人员 往廉政账户里去打钱 要打到自己能够睡好觉为止 以上说的是明院 接下来就是官院 官院的层次就相对多一点 就李尚福来说 目前的中国国务委员 中国的国防部长消失 已经是超过了三周的时间 那么一般的分析 它是涉及到贪腐 正在接受中国官方的调查 那么履历显示 65岁的李尚福 他是典型的红二代 父亲叫做李少珠 是一名所谓的老红军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的副司令员 李尚福本人是曾经在 隶属于军方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工作30多年 2013年出任总装备部的司令部参谋长 隔年出任总装备部的副部长 机身复达军区级 到了2016年初 李尚福出任新成立的 当时是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到了2017年的9月份 又接替张又霞 担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部长 在去年10月份 中共二十大之后 李尚福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然后在今年3月份 中国政府换届时 他是阶梯魏凤和出任防长 同时成为五名国务委员之一 也就是一位副国级的官员 海外分析人士 现在说的比较多的 就是习近平对根红苗正的 像李尚福这样的人来进行整肃 显然会引发军二代 红二代的不满意 有分析人士就特别强调 现在习近平他完全盯着的 或者说担心的 就是到底有没有具有强大的红色血统 或者是军事背景的人 可能成为军队内不满习近平的 这些军官的代言人或者是领导人 简单的说 这些军官拿多少钱 恐怕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一个小的方面 最重要的还是说要对习近平表达忠诚 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 究竟怎么样才算表现忠诚 表达忠诚要到怎么样的程度上 才让习近平满意 所谓官员的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透过社交平台的一些发声 能够看到 目前已经退休离休的 中共的一些老官员 70岁80岁往上走这样的一个年纪的层次 以及曾经在中国体制内担任过官员 又已经离开了体制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人士 透过他们公开渠道的发声 能够看到对于眼下中国官场的乱象 他们是有一些哀气不幸 怒气不争的味道的 而且有一些老资格的官员就强调 或者说就感慨 在他们二三十年前担任副部级往上走的官员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风气是比较正派的 至少说他们做的也还不错 那么习时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在社交平台上 他们不敢这么直接的发声 但是透过这些文字的表达 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困惑 或者说是无奈 那中纪委的官员包括李希 作为一把手不可能不知道 中国的民间也好官场也罢 对于目前中国反腐败的一些做法 确实是有怨气有看法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用一句话 就由二是中纪委国家监委的机关报所做的回应 那就是所有的责任都放到了习近平的身上 有这么一句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 驱科治乱 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 亲自领导开战 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 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压倒性胜利 并全面巩固 这里面用了一个亲自 这个词语导向性很明显 那反腐败有成 是你习近平的功劳 反腐败弄不成 有怨气 那也是归咎于习近平 确实是有这么个意思在里面 同样再回到这篇文章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规划 所以未来五年要怎么样 目前反腐的态势总体的情况怎么样 也有一个基本的交代 目前反腐败的整体的情况啊 就是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铲除 性性腐败 隐性腐败 花样翻新 遏制增量 清除存量 任务依然艰巨 那么既然已经是这个情况了 未来五年要怎么样规划 怎么样统筹一盘棋呢 内容就比较的多了 可以看到前面几条 要持续盯住七个有之的问题 坚决清除政治上退化变质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 坚决纠置低级红高级黑 坚决铲除拉帮结派 结党私营的政治团伙 所谓的七个有之 那就是习近平2014年提出来的一个说法 就是有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 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 搞任人唯青 排斥一己的有之 第一个有之 搞团团伙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 第二个 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 第三个 第四个 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 第五个 搞封关许愿谈官相庆的有之 第六个 搞自行歧视扬奉英伪的有之 第七个 搞伟大不调妄议中央的也有之 等等 所以未来五年 究竟怎么样去持续乏力纵深 推进反腐败斗争 排在最前面的 还是讲政治 除了查政治之外 接下去的重点呢 就是要 严查重点问题 坚决查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 所以经济腐败是排在第二位 而且还是优先考虑经济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腐败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的反腐败是有着非常鲜明的中共的特色 就是他抓腐败 惩治腐败 首先是从政治上看 从政治上查 那么从国际上一般的意义来说 最简单的概念 所谓的贪腐腐败 其实呢 就是金钱和权力的置换交换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关系来看 你把权力透明化 把权力所设置的一些人为的 让人家赚钱的门槛调的低一点 门槛变得少一点 那钱就不会往那些有权的人中间去集中 或者说所谓的去寻租 相比较之下 中共所搞的这一套的反腐败 尤其是习时代 习近平开启第三任的以后 那么有政治这个考量这个变量 所以中国的反腐败 它的态势会更加复杂一点 同时因为政治 它涉及到忠诚 对忠诚的表现表达 那更加难以量化 没有办法去标准化 所以中国的反贪腐 就有了很多不可琢磨的因素在里面 暗像操作的可能性确实是非常的大 其实在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 2023到2027年 它在拟定的时候 是什么事件 二十大之后 也就是在今年的三月中旬 当时李希亚也就表示 那要做这样的规划 它最首要的要突出的就是政治要求 要齐之鲜明 同搞政治阴谋 团团伙伙的行为 做坚决斗争 坚决把政治上蜕变的两面人 及时辨别出来 清除出去 坚决消除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政治隐患 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 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等等 透过这篇文章所给到的一些细节 可以看到未来五年 那习近平亲自主导的反腐仍然会继续 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 习近平至少还要再干五年 另外一点 未来五年怎么样查贪腐 那也给官场上的信号很明确了 首先是查政治问题 接着查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 再接下去恐怕才到纯经济领域了 按照官方所设定的这个逻辑来类推 秦刚会不会纯粹的因为 所谓男女作风问题 被免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职务 目前来看 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此外 一般认为 有李希担任组长的 中共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 有这么高调的一篇文章出来 那和大程度上也意味着 中纪委他的权重 未来会持续的加强 反正戴的一个帽子 就是中共中央同意 打的一个另棋 就是习近平本人亲自领导开展 而且又是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 所以怎么样打都不为过 中国官场的官员 特别是高阶官员 比如说副省级以上的中管的干部 那未来五年日子是不好过 要管好自己的拉链 要管好自己的口袋 当然更重要的 摆在紧要的突出位置的 管好自己的脑袋 接下来看一看西方的资本 对于眼下中国的政商环境 所持的批评态度 中国欧盟商会 在9月20日就发布了相关的建议书 内容直指中国政府 发出的相关的信息 是充满了矛盾性 一方面经常就表示 或者说发布 改善商业环境的声明 另一方面又抛出 带有模糊性的国家安全法规 所以中国欧盟商会是建议北京 要采取措施重塑商业信心 在中国欧盟商会 在9月20日发布的欧盟企业 在中国建议书2023 2024两个年度了 就特别提到了相关的内容 可以看到中国欧盟商会主席 验词是比较明确的 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提出了相关的批评 验词就提及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曾经提到 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大力推进投资贸易等领域的 对外合作 但是看上去 中国政府却在同时 强化国家安全问题 修订反间谍法 推出对外关系法等等 导致企业必须更加谨慎 小心的形势 关于中国市场的问题清单 也愈拉愈长 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 中国希望与外资企业 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验词还提到了李克强 这个就有点 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了 他表示 中国政府的资讯 是充满了矛盾性 是不确定性增加 是市场的信心减弱 他提到李克强 在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时候 在第14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就曾经强调 要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 但是眼下 现在中国却又推动技术自主 限制外资企业 进入一些特定的市场 可以看到 燕茨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 包括李克强 所做的讲话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时间就是在2023年的3月份 班初目前已经是 咸云野鹤的李克强 来做比对也好 来做刺激也罢 可以看到 包括中国欧盟商会 在内的这些海外的资本界的人士 对中国政治生态 还是很懂行的 谈到了这么多的问题 燕茨在建议书中的主要建议部分 就特别强调 商业环境的政治化 以及法律法规的模糊性 加大了展开禁止调查 和满足合规的难度 增加了在中国企业的经营风险 特别的反间谍法的修订版 对外关系法 普遍有模糊性的问题 欧洲企业是难以理解合规的义务 所以商业信心大打折扣 建议 营商环境必须去政治化 消除立法的模糊性 降低企业的风险 燕茨作为中国欧盟商会 新任的主席 应该说言辞还是比较直接和犀利的 中国欧盟商会也保持了过往 一贯的非常直截了当的特色 那毕竟不是中国的企业 没有必要兜兜让 有必要特别一提的 就是已经成为了 目前在中国市场上的 西方企业界眼中钉肉中刺的陈一兴 他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党委书记和部长 最近几天还居然搞了一次所谓的南巡 他去了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和广州市 佛山市国家安全局调研 听取典型案例的汇报 同时还要求广大的干警要提升 包括政治素养在内的所谓五种素养 当好新时代隐蔽战线的英勇卫士 陈一兴看上去处在一种亢奋 甚至是癫狂状态的时候 其实要早一点 四月底他是去了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来进行调研 其中就特别提起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 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 是反渗透反颠覆反间谍斗争的主战场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求北京的国家安全局 要去抓北京间谍 陈一兴的这个表态 包括他在广东在北京的一些说法 除了说让企业界的人士不满之外 显然也会让中共的一些官员眼下全心全意 在抓经济想着疫情之后怎么样做恢复的这样的官员感到头痛 甚至是不满 中国的前政协委员刘孟雄最新的一个评论文章就指 香港政府的这些官员盲目表忠是凡是左三分 其实凡是左三分 这个评定用在陈一兴身上 恐怕也是再合适不过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 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